最远射程可达500公里以上 弹体最大口径750毫米 中国超级远火PHL-191高原实弹发射场面究竟有多震撼 大家好,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PHL-191远程火箭炮 前不久71级团军下属炮兵旅在西北高原 利用PHL-191型远程火箭炮进行了实弹射击训练 并且高调的对外进行的公布 而这次发射另外一件感到震撼的是 发射的弹体非同寻常 甚至已经超出了火箭弹的范畴 光是口径就足足有750毫米 射程更是前所未有的达到了500公里 更要命的是 在这么远的射程之上 射击精度还能保持得极其精准 误差基本能够控制在10米的范围以内 这对于火箭炮装备来说 就相当于火箭炮当中的狙击枪了 基本就是指哪打哪的状态 要知道中国之前 主力装备的一款PHL-03型远程火箭炮 射程也不过就是70到120公里左右 已经算是远程火箭炮周的优秀水准了 相比之下 PHL-191型简直就是超水平发挥 不过说的这么悬护 但其实PHL-191型远程火箭炮 并不是什么最新式武器 它最早在2019年的 国庆70周年远命仪式上 就已经公开展示过了 只是一直以来 外界都未曾真实地感受过它的威力 正常情况下 其配备的主要是300毫米和370毫米 两种口径规格的火箭弹 可以实现射程150公里以上 而在之前在射击训练以及20123年 针对台岛的联合利剑演习中 模拟发射的也主要就是 这两个规格的火箭弹 但这样的射程 在实战中想要完全覆盖台岛 可能还有点吃力 因此似乎并没有引起外界重视 而此次通过隶属东部战区的 七一集团军来实弹射击 射程可达500公里的弹体 言下之意就是表明 利用PHL-191型远程火箭炮 解放区完全能够做到 对整个台岛及周边海域进行定点清除 虽然看起来是抢了导弹的活 但实际上此次发射的就是战术导弹 只是利用了这款远程火箭炮发射而已 PHL-191远程火箭炮 为啥能够发射导弹 射程远精度高 还能叫火箭炮吗 其实火箭炮发射战术导弹 并不算什么新鲜事 被美国吹爆了的海马斯火箭炮 就可发射战术导弹 只不过射程是在300公里 和中国的PHL-191远程火箭炮相比 还有差距 而PHL-191之所以可以发射 多种口径规格的火箭炮和战术导弹 就是因为其实模块化结构设计 发射常规炮弹制导炮弹都不在话下 而且采用了自动装填系统 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装填 这从PHL-191型模块化远程 相声火箭炮的全身上 也可以看出一样 至于火箭炮能发射导弹 为何还要坚持叫火箭炮呢 中国也只是遵循国际惯例 既然美国能这么叫 咱们国家这么叫 其实也没啥毛病 而且这其实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在国际上关于导弹技术的出口 是有相关控制协议的 根据规定 超过300公斤 常规战斗部 以及超过300公里射程的导弹 都是不允许随意出售的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 必要情况下 只要价格公道 弹道导弹这样的大杀器 也都是能卖的 更别说超过300公里的战术导弹了 不过总的来说 还是要帮招一下的 既然是通过远程火箭炮发射的 那就可以算作是火箭炮来卖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PHL-191远程火箭炮 即使再强悍 也必须得是火箭炮 同时在PHL-191对外出售的 外贸版本AR-3远程火箭炮上 我国宣传的射程依然是300公里 而且我国这块火箭炮 之所以能像导弹一样 射得极其精准 甚至误差只有10米以内 那是因为 咱有北斗导航技术的加持 能够实现全程制导 同时配备了完善的指挥作战 和气象探测系统 以及有其他雷达无人机 等侦测设备的配合 要怪只能怪 咱们的技术发展太快 随随便便就能突破一些 之前的规则设定